今天啊 国际上面的媒体注意到一个焦点 谁 李光耀 李光耀他因为肺炎而住院了 但是李光耀他从新加坡整个创立 一直到现在新加坡变得这么繁荣 都是李光耀的功劳 李光耀可以说是新加坡的一个建国史 不过说到李光耀 他当年的时候呢 其实跟中华民国已经有四十几年的交情之下 他尤其跟小蒋 也就蒋经国的交情甚为好 其中呢 包含了李光耀曾经呢 一个举动让小蒋心情可是低落了一个礼拜 李光耀曾经有一句话就影响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谁呢 其实我跟你讲 李光耀分别讲了三句话 可能影响了三个国家 那他第一个影响的国家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国家叫新加坡 新加坡1960年代独立 独立出来之后 刚独立也没多久 他当然希望在全世界各地争取支持 能够跟大家互相交流 那时候他就到了非洲的一个国家 叫赖比瑞亚 这个国家在西非 西非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你看在亚洲的新加坡到西非的赖比瑞亚 距离遥远的 对啊1960年代其实非常远 他好不容易到那边舟车劳顿 然后当地的政府就安排他在一个旅馆下榻 下榻之后他 你想想看全身都是应该流了很多汗也很脏 那当然想赶快洗个热水澡 好好梳洗一下才会比较能够恢复精神 所以他一到旅馆里头看了傻眼 怎么说 那个脸盆里头 那个脸盆看起来生锈了 然后就用那个塞子塞住 然后就这样一滩水 然后就他一看 这么脏的水还留给我用 他心里头当然按骂一声 顺手按照他自己的习惯 就把那个塞子拔掉 想说把这个水留掉重新再弄水 结果他一拔掉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怎么说 因为他一拔掉塞子之后去开水龙头 根本就没有水 你知道那个地方他没有自来水 所以那个水是人家特别留下来 就是给他梳洗用的 那结果他赶快又把塞子塞回去 但只剩下半缸水 可是没办法 他还是最有用 因为没有别的水 那他只好靠那个 看起来脏兮兮那个铁锈的水 就想办法尽量使用 把自己全身梳洗一遍 然后要刷牙 刷牙想说当地也没牙膏 也没什么东西 那他要用什么呢 他想办法去想说找苏打水 想说苏打水是最普通的东西 就整个旅馆没有苏打水 后来用什么代替 用一个发达牌汽水来代替 用汽水来代替啊 反正汽水也有苏打的成分嘛 就尽量臭和臭和的用啊 这汽水是甜的啊 是啊 那好不容易在旅馆里就泪滩了 躺在那边的时候 他就翻到旅馆里头 赠送一本小册子 然后 他说 那个 那个小册子里头写什么你知道 写说他们赖比瑞亚总统杜克曼 是非洲的明星 赖比瑞亚的救星 你一个非洲的明星 跟赖比瑞亚的救星 把一个赖比瑞亚搞得这么落后 连招待国家 就是其他国家的国家元首 这个地方都鸟 鸟成这个样子 那李光耀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做了什么事 他把这本小册子带回去作为纪念品 他的纪念品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册子写得很好 他是要随时提醒自己 你是说迎以为戒 是迎以为戒 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像任何宾客 炫耀自己新加坡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会让人家看笑话 这样才能够让新加坡务实的观念起来 那后来小蒋 后来小蒋结党政权之后 然后呢 他跟李光耀 因为李光耀是来台湾访问最多的外国元首 他曾经来台湾25次之多 那他跟那个小蒋之间的交情也很好 那有一次呢 就小蒋就跟他到西头的这个实验里那边去散步 那两个人 你知道两个元首这样散步 当然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结果走走走走 结果他就看到 那个小蒋就看到 那个李光耀 看到前面一个欧巴桑 结果两个人居然聊天聊得很投机 那蒋经国当然就想过去听听 看他们两个在聊什么 自己也加入话题 结果糗了 蒋经国就在那边 听了没 为什么 对啊 他是中澳民国的总统 他居然听不懂他的子民在讲什么 因为很简单 李光耀会讲米南语啊 那这个欧巴桑也会讲米南语啊 结果 蒋经国不会讲米南语啊 所以他就求他完全听不懂 被晾在旁边 后来他就 因为当时有个党外人叫康林祥 康林祥当时是立法委员 那跟蒋经国之间 施交也还不错 蒋经国就跟他讲说 值得我郁闷了一个礼拜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自己国家人民的讲的话 我竟然听不懂 结果没想到李光耀 李光耀还能够跟人家讲 他真的觉得非常的惭愧 那也从那个时代开始 那个蒋经国就开始把着一些 那个所谓的崔台青嘛 台湾的一些青年啊 包括李登辉啊 林洋港啊 这些人慢慢慢慢秋创幻啊 就一个一个拔起来 所以也许就是李光耀 这一个举动 来影响到了蒋经国 那再来呢 李光耀也影响到一个国家 叫中国大陆 邓小平复出的时候 1978年邓小平复出了 复出邓小平也就到了新加坡去访问 他是第一个去新加坡访问的中国领导人 他就他去访问之后 他就看到新加坡非常进步 他就跟李光耀讲说 你看一下 我们中国经过这样文革这动乱之后 我们是如果花50年 能不能达到你们新加坡今天的成就 那你知道李光耀有跟他讲什么 怎么说 他说根本不需要这么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新加坡 不过是一些广东闽南 这些慕不识丁的后裔 去创造出来一个国家 那现在中国虽然经过一些动乱 你们好歹是一些文人雅思高官大主 创造了一个国家 你们还有很多这些资源在 中国要复兴 绝对不需要50年 那听了这句话之后 邓小平回国就开始推动改革 改革开放政策 所以你看 李光耀在三个不同的时期 他的三个动作 三句话 就影响到三个国家的进步 李光耀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有没有注意到 李光耀在当时创立了新加坡之后 你可以注意到 新加坡四面是环敌的 所有国家对着新加坡 都是虎视眈眈的 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你当然要有良好的国防 跟强大的军队 而在这个时候 要组织现代化的军队 怎么组织呢 李光耀在这个时候 求助于中华民国了 中华民国帮新加坡练兵 甚至还借将 李光耀1963年的时候 当这个新加坡加入 当时的这个马来西亚联邦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马来西亚的第一任首相 这个东姑啊 他不要华人的人口 所以新加坡是后来 在1965年8月9号 被迫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你可以看到 你说是被迫的 因为马来西亚不要他们这些人口 所以后来 你看看李光耀当时宣布 新加坡独立建国的时候 他是含着眼泪 落泪在宣布新加坡独立的 可见你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新加坡的形势 是多么的伟大 等于是被马来西亚给抛弃的 你刚刚说他没有军队 不要说军队啊 我告诉你 连保安治安的这个警察力量 他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警察 当时除了马来西亚在旁边 他另外一边就是印尼 还要面对旁边一个强龄 大强大的一个印尼 在旁边虎视眈眈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时新加坡也要积极建军 就是因为他的时代背景这样 所以1973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李光耀 当时他就跑到台湾来 然后找 这个小蒋 蒋经国来帮忙 看能不能跟这个小蒋沟通一下 说能不能协助新加坡 他建立起自己的一个 现代化的这个军队 而后来其实那个小蒋 刚刚你其实听到 韩兵讲了很多小蒋 跟这个那个李光耀之间的故事 对 有点其实两个人很熟 又心心相惜 那后来小蒋就同意哦 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军队的 武力这个力量资源 去帮助之下 让新加坡可以每年 派他们的新加坡的部队 来台湾待训 因为新加坡 弹丸之地一个城市的国家 他的战略众生不足 对 他的这个 防卫的这个 他的前沿 也没有像一般 陆地型的国家那么大 所以后来就想说 让这个新加坡的军队 来台湾受训 所以才会在我们台湾 看得到什么 恒春宝丽山 三军联训基地啊 云林啊 有星光部队出现 星光部队 星光演习的代号 就是从那边 那时候1973年开始 那后来 新加坡的部队要来 对不对 要来这个带训 可是有兵 你也要有将 你说 你要有指挥官 有军官嘛 新加坡军队才草壮之初 哪来这么多的这个将官 或者是能带兵的将领啊 没想到台湾 真的是很大方 除了提供训练场地 只收新加坡的部队 来台湾消费的这些物质 他们自己要出 捏物质的钱之外 我们其他就带训部队 连将官军官都大方的 借给他们 让他们练兵 又借他们将 所以当时你知道吗 在1975年四月 就有一个叫做联新计划 联新计划就开始把很多 中华民国优秀的这个将领啊 军官呢 他们在这个我们台湾 这边办了退伍之后呢 就到新加坡去发展 比如说当时我们这个空军 有一个这个第四连队的 这个连队长 他叫刘景全少将 他退伍之后呢 他到了新加坡 去担任他们的这个 新加坡建军第一任的空军司令 然后呢 还有当时 其实这个邱永安 他也是海军 在我们这个台湾这边退伍之后呢 跑去这个新加坡 也安排他去新加坡 接任他的海军司令 这两位 刘景全 他是马来西亚 仪保的华侨人士 而这个邱永安 他本来就是新加坡的华侨 所以对于当地 本来就很了解了 看新加坡也都很了解 那边的地形和这边状况 而且接到国家 给他们的一个重责大人之后 他们也欣然同意 到这个新加坡 去帮助我们中华民国 完成这样的一个 协助友邦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使命感 然后还有一个是最传奇的 是谁 之前我们其实常常在节目上 提到这一位傅存贤 他当时呢 是在空军499连队哦 他是一个少校的这个作战官 然后飞行员出生的 然后后来 他办了这个退伍之后 到了这个新加坡 去担任他的 1976年11月的时候 到新加坡他到时候是担任一个 空军司令部的这个计划署的组长 还是组长而已 可是到了隔年没有几个月 1977年 他就立刻升任这个 这个新加坡空军司令部的计划署组长 而且 1977年到197879年 他开始大刀阔斧的 帮新加坡建军展开很多的 这个军队现代化买很多新的装备 是 比如说19790 他们成立一个空军这个作战署 作战署就开始要买很多 你看先进的现代化装备 当时新加坡空军 他其实是有这个A4的这个飞机 美金提供给他们了 但是你知道吗 A4飞机上面 虽然可以挂载响尾蛇飞弹 还有各式样火箭 对不对 对 你知道老美也很过分 一开始不让新加坡 用这些高科技武器 就在那个年代背景之下 是五十五十五十年前 当时他就说 只给他挂集体机枪 挂机枪怎么打仗 怎么打仗 人家的敌机上来又发射飞弹 你就躲都躲不掉 所以后来傅存钱花了好大一半功夫 后来就去更新他的装备 买了F5型的这个战斗机 又买了这个E2C的预警机 然后甚至后来又买了这个F16战斗机 逐步逐步把新加坡的军队 尤其是空军 建立从炒创什么武器装备 新的都没有 那等于是从无到有 现在新加坡你知道 他是东南亚空军实力第一名 这么厉害 所以这些从 刘景权到邱永安到傅存 尤其是傅存权在这个 新加坡一待就待了15年 他后来做到国防部 新加坡国防部的督察室主任退休 可以说是台湾前进新加坡 最久的军官 很多人都以为说 哎呀我们军方对这些去 这个新加坡帮忙建军练兵的 这个军官啊将官啊 都是他们是去赚大钱的 其实他们去那边 官街都受到耽误你知道吗 到那边去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 也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而且回到这边之后 他又中断了那么多时间 所以回过头来 你去检视新加坡当初建国 然后建军的开始 如果没有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伸手帮助他们的话 恐怕在强敌环市的新加坡 早已被周遭的邻国给并囤了